圣公会,圣法兰西斯堂,圣诞后第二主日,晚岛崇拜,2022年1月2日 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 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在全能的上帝的面前安静跪下 以谦卑和顺从的心承认我们的过犯,使我们靠着主无穷的良善和恩慈得蒙赦免 最慈悲的上帝,我们承认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 在我们已经做了的事和该做而未做的事上得罪了主 我们没有全心爱主,也没有爱人如己 我们真心认罪,千功悔改 求主因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怜悯我们,饶恕我们 叫我们可以尽爱主的圣意,遵行主的圣道,荣耀主的圣名 阿们 愿全能的上帝怜悯我们 因我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 增强我们行善的力量,以圣灵的大能保守我们,藏在永恒的生命之中 阿们 上帝啊,快快搭救我们 主啊,数数帮助我们 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 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不穷尽 阿们 恩此的真光啊,纯洁而辉煌 从天上永生圣福而出 耶稣基督啊,圣洁而多福 现在夕阳西沉,我们眼见暮色苍茫 我们歌唱赞美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 无论何时,你都配受欢声赞扬 上帝的圣子,赐圣灵的主啊 万古千秋,永被尊崇 诗篇一百四十五篇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 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 我要天天称颂你 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 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 其大无法测度 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 也要传扬你的大能 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 和你奇妙的作为 人要传说你可谓之事的能力 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 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 并要歌唱你的公义 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 耶和华善待万民 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 耶和华呀,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 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 传说你国的荣耀 谈论你的大能 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 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 你的国是永远的国 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 耶和华的话语尽都信实 你的作为满有慈悲 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扶持 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 万民都举目仰望你 你随时给他们食物 你张手 使用生气的都随愿饱足 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 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 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 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 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 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 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 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 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 为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 称颂他的圣名 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 其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 有穷尽,阿们 旧约经课,记载在所罗门秩序 自生下来,我也呼吸一般的空气 落在与自己同样性质的土地上 我的第一生就是啼哭,与凡人一样 我在强保和呵护中养育成长 因为没有一个君王不是如此诞生的 人人都只有一道入世之门 一条出世之路 因此,我祈祷,就得赐聪明给我 我呼求,就智慧的灵,灵到我 我宁要智慧,不要令牌和宝座 财富与智慧相比,是分文不值 我也不用无价的宝石与它比较 因一切黄金在它看,只是一粒沙 银子在它面前,不过是一撮泥土 我爱它超过健康和美丽 拣选它而不要光明 因它发出的光辉不会熄灭 一切美物与智慧同时领导我 在它手中有不能属散的财富 我为一切美物欢乐 因为智慧同领它们 但我不知道智慧就是它们的我亲 我用真诚学习,洒脱的分享 没有隐藏智慧的丰富 因为它是人永不枯竭的宝库 获取它的人与上帝建立友谊 因着它被称阳,借教会,得奖赏 这是主的话语 感谢上帝 我心尊主为大 我礼仪上帝,我的救助为乐 因为它顾念它使女的卑微 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那要全能地为我成就的大事 它的名为圣 它怜悯敬畏它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 它用绑闭施展大能 心交气傲的人就被改善 它就有权柄的施味 叫悲剑的升高 交气傲的德邦美食 叫父族的空手回去 他辅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 因他眷念他恩赐的应许 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做的应许 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直到永远 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 起初这样,现在这样 以后也这样,永不穷尽 阿们 书信经课记载在 哥罗西书 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人 就要存怜悯 恩慈 谦虚 温柔 忍耐的心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在这一切之外 要存着爱心 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主 你们也为此门招 归为一体 且要存感谢的心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用诗章 诵词 灵歌 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心被恩感 歌颂上帝 无论做什么 或说话 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借着他感谢上 感谢父上帝 这是主的话语 感谢上帝 主啊 如今可以照你的话语 释放夫人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 已经看见主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是照亮外国人的光 又是主民以色列的荣耀 但愿荣耀归于 圣父 圣子圣灵 起初这样 现在这样 以后也这样 永无穷尽 阿们 福音经课 记载在约翰福音 犹太人英文约 耶稣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梁 就私下议论他说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 他的父母 我们岂不认得吗 他如今怎么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要大家议论 若不是拆我来的父 吸引人 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 到我这里来的 在末日 我要叫他复活 在先知书上写着说 他们都要蒙上帝的教训 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 就到我这里来 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 唯独从上帝来的 他看见过父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信的人有永生 这是主的话语 感谢上帝 我信上帝 全能的圣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是上帝的独生圣子 因圣灵的达能感应 由同真与玛利亚所生 他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被害埋葬 他将至阴间 第三天他复活 圣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必在灵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的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也与你同在 我们要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求父今天赐给我们 又求饶恕我们的罪 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拯救我们脱离凶惑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师父的永无穷尽 阿们 求主使今夜圣洁 美善和平安 主啊 我们恳求你 求主的圣天使 引导我们走和平 与善意的道路 主啊 我们恳求你 求主使我们的罪过 得蒙赦免 主啊 我们恳求你 求主使主的教会 和全世界得享太平 主啊 我们恳求你 求主使我们怀着信心和敬畏离世 在基督大审判的宝座前 不被定罪 主啊 我们恳求你 求主使我们因主的圣灵和荣福同贞玛利亚 及圣法兰西斯和圣克莱尔在众圣徒的团聚里连成议题 彼此信赖 并将我们整个生命托付给基督 主啊 我们恳求你 上帝啊 你奇妙的创造 更奇妙的恢复了人性的尊严 圣子耶稣基督曾经自甘卑微 分享了我们的人心 求主使我们因此也能够分享他神性的生命 圣父和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的主 一同永生 一同掌权 唯一上帝 永无穷尽 阿们 至圣的上帝 凡竭尽的心愿 正直的意念 公义的行为 都是从主而来 求主将世界不能给的平安 赐予你的仆人 是我们专心顺从你的旨意 并且依靠你 不怕仇敌 就可以在平安和宁静中度日 这都是靠着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的怜悯 阿们 全能的上帝 你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求主施恩给我们 使我们能够无畏罪恶 微物不屈 有帮助我们慎用自由 在万国万民中 维护功力 归荣耀于主的圣名 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圣子和圣父圣灵 一同永生 一同掌权 为上帝 永无穷尽 阿们 主啊 求主使我们成为主和平的工具 有震恒的地方散播仁爱 有伤害的地方散播饶恕 有纷争的地方散播联合 有疑惑的地方散播信心 有失望的地方散播盼望 有黑暗的地方散播光明 有忧伤的地方散播喜乐 求主使恩 叫我们不要过分求别人的安慰 而是要去安慰人 不要过分求别人的了解 而是要去了解人 不要过分求别人的爱 而是要去爱人 我们施舍就要收获 欢恕就被饶恕 死亡就得进入永生 阿们 全能的上帝赐万安的父 为了你对我们和对外人的良善和慈爱 我们这些卑微的仆人虚心地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你为你创造了我们 保守我们 并将今世各样的福赐给我们 我们特别赞美你无比的爱 记得主耶稣基督拯救世人 并赐给我们受恩的方法和荣耀的盼望 求主使我们认识你的恩惠 能以真诚感恩的心 显示你的荣耀 不住在口头上 而且在生活中奉献自己为你服务 以生行圣洁公义的事 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但愿尊贵荣耀归于圣父 圣子圣灵 永无穷尽 阿们 全能的上帝赐恩典给我们 教我们在这时候通信祷告 主从借着爱子耶稣基督应允我们 若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祷告 主必在他们中间 现在我们所愿所求 若是对我们有益 求你允准 使我们今生明白真道 来世得享永生 阿们 我们要赞美主 感谢上帝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 平安充满我们的心 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阿们